Yoh! What's up?大家好,我是Eric,欢迎来到学讲堂 如同各位所见,我即将要读Master了,也就是硕士 那么我这次所读的硕士呢,是Master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with Technology 也是一样的数学教育,只不过这次是讲了科技 所以我就将一会学习到有这个相关的专业的领域 那么在此之前,我在IG上有发了一个现实动态 想要收集大家的问题,关于为什么会DoMaster这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在这边再做一个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我们就开始吧! 那么首先第一道问题就是说,Full Time How Many Years? 我的确是读Full Time的,也就是全职的做这个Master的学生 不是Part Time,因为Part Time的话,可能你的时长会拉的比较长 然后我就决定说,就Full Time就全心全意去读这个硕士的课程 然后How Many Years?几年呢? 这个课程呢,最minimum是两年,maximum是四年 当然我是希望是两年里面毕业啦,最好是病院毕 What's your Master's Study Mode? Research Assignment or Mix? 其实这边不可以叫做Assignment,通常是叫做Course Work 所以呢,我这次呢,是拿这个Course Work的模式 而不是选择了Research的模式 然后呢,至于为什么我会想读Course Work呢? 是因为我觉得其实Course Work会比较回归到我Degree上课时候的这个情形嘛 然后呢,Research方面呢,就是纯粹的就是在整个Master生涯里面 我只需要生产出一个论文,一个Thesis就可以直接的过关了 当然,每个模式呢,都有它的一个难处 所以呢,请选择好自己喜欢的这个模式就好啦 When are you starting your class?即时开课 那么呢,我即将会在3月14号开SEN的那一天开始上课 然后我的课呢,第一堂课我永远记得是3月16号星期三的傍晚 因为那一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的生日 然后呢,接下来啊,就是到了很多人都问的问题 为什么要读Master? 为什么要选择Martha而不是其他的大学? 那么我们先从为什么我会选Martha而不选择其他的大学说起吧 那么其实啊,很多大学呢,其实都有offer这个Master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就是数学教育的硕士班 为什么我会选择Martha而不选择其他的大学? 比如说,我的母校Oopsie呢,也是有提供这个数学教育的硕士班 我想跳脱舒适圈 对我来说,Oopsie呢,是我的舒适圈 有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 我对Oopsie呢,也有了那么多年的感情 可是啊,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更加进步的话呢 就要让自己多多去看看这个世界 再怎么不舍,你还是得离开 你还是得跳脱这个舒适圈 去面对新的世界,新的位置 去扩张我的视野 选择Martha呢,也是我能不能勇敢面对一切未知的能力的考验 也同时也对我的适应力呢,做出了一个考验 所以呢,选择Martha,我想要挑战现有的未知 周末会想读Master 我觉得说,其实啊,这一段期间呢 从我实习结束到毕业到现在呢 其实我陷入了一段非常迷茫的时期 虽然这当中有申请了SPP 作为老师可惜,我没有拿到SPP的面试 那么这段期间呢,我就参加了蛮多象棋的比赛 一段期间都在练棋 练棋练到头来好,感觉就没有一个方向感 直到看到Martha的这个Master的招募啊 让我觉得说,哦,我就继续深招吧 就是这个契机,让我选择了Martha去修读这个Master的课程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简短的Q&A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读Master的一个情况 那么呢,还在读大学的你们啊 还在Degree的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加油 那么呢,跟我一样呢 即将进入Martha的Master Center 那么呢,就祝大家一切受理啦 那么呢,宣讲堂,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